这就是我昨晚得到的具体数据 经过我的测算 只有在这个位置 安放炸药 才能有效的炸船船体 造成搁浅 你那儿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这儿没什么问题 给我两个晚上 我就能把炸药给安放好了 好 一定要小心谨慎 确保任务的顺利完成 好 你们看啊 这是底仓的部分 对不对 这里呢 是岸道的出口 这里呢 是违逼制造舱的入口 那我们的照药呢 就像刚才赵元说的 放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人员一旦上岸 立即引爆 在敌人混乱的时候呢 我们马上撤离 一定要注意 每一个环节的顺畅 放心吧 这么一来啊 幕户怎么也没想到 他的地下营销厂的末日 就要到了 是 这样 我也有事先走了 你们把每一个细节 再捋一遍 好 来 走 我们开始了 如果顺利的话 我在咱们约好的地点等你 好的 另外在鬼头换换之前 可能还有两个稿上 我们转移时间 好 那我走上 都保重 好 哎 兄弟们 这回是人家共产党人 给咱们拖炸药 你们给点盯紧点 别在关键时候给我掉链子 懂了吗 另外 这事必须给我烂在肚子里边 别传出去了 一旦里面有什么动静 你们就分头去各个建议地点 听明白了吗 明白 听懂吗 都市 过来一下 现在咱们就在这个位置上 你们两个过去 把这事摸下来 其他人跟我走 行都要快 走 好 好 bilang 明天 你们两个去那边 还有你 还有你 跟我走 快去 走 我呀 我来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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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跑 先别弄枪 先去找炸烤我 快点 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就这儿了 好 我看看 我看 我看快快 好了 我跟你说 就有250个手机 清楚了 是 是 一个人你们三个人 一个人白衣装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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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儿干什么 你不耽误事 你真办正事 你儿子 你儿子 那妈妈的儿子 快快快快 主要 都扶判了 真的 人 tri 喂 老松 二百五十公斤炸药 教你了 你们真是民不虚传 兵贵神速啊 应该的 再见 该见 报告大佐 我是侧骨 军械库刚刚被盗 多名士兵被杀 丢了什么东西吗 两挺机关枪 喝几箱炸药 还有几把手枪 炸药 丢了多少 大概二百五十公斤左右 我知道了 马上过去 报告大佐 被盗时间大概 九点到九点半左右 是军械库库换港的时间 目前被盗的有 两挺机枪 和几把冲锋枪 还有二百五十公斤炸药 是的 应该是十人左右干的 他们只进了这一间军械库 其他的库库都完好无损 说明这是匆忙作案 我估计 这是一小股抗联分子 游击作案 炸药 一群人 两百五十公斤炸药 能做什么呢 我认为这点炸药 什么也干不了 只是顺手牵羊得黑了 只能够